HELLO 大家好 我是YUU 游童威 現在呢 要去雪梨跨年啦 然後呢 我現在要帶大家去一個超級厲害的秘密景點 是在當地的好朋友告訴我的 就是呢 這個地方完全不用排隊 然後 重點是不用人擠人 再來是不用超找到 因為如果在雪梨大橋那邊看的話 你可能要前一個晚上就去 或是還有人在那邊搭帳篷 讓我們呢 現在就是去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現在等一下來揭曉 然後呢 重點是交通也不用花什麼錢 然後地點也不用花什麼錢 然後呢 非常的方便 我們一起走吧走吧 看這邊全部都是這種 管制區 現在很多車子都不能過 不能走了 我們現在就要用步行 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感覺路上的人好像都是跨年點 就是 大家好像都要去跨年一樣 然後路上超多這種警車 超多警察的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 警察可以打開掌門進來 耶 整條路沒有車 好開心喔 耶 都是人 今天應該就是人 行人的天下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QVB 維多利岩女王大廈是位於澳洲雪梨市中心的19世紀歷史建築 鑑於1893年 於1898年 落成雪梨的重要地標 現在就是 它旁邊的這個地方 坐公車 好 我們現在到達車站 我們要坐442號車 等著我們的車子到達 路真的超級空 就走 大陸的看シート 有位置嗎 這裡 這裡 快到 交通 整座車幾乎都是西方人 這個點感覺非常少的亞洲人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們經過剛剛一小小段的路 結果我們到了一個秘境 後面就是雪梨大橋耶,這裡 要怎麼拉近 啊,這裡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從這邊直接看到雪梨大橋放煙火了 OK,我們現在一起走下去吧 來到這個景觀超級好的地方 然後地上是這種草地 就直接可以看到雪梨大橋 等一下煙火就會直接在這邊施放 現在這邊人好像有點多 那是比起去別的地方人擠人的話這邊算超好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才八點 八點我們才到 然後還是有些空位可以坐 然後哇,你看這種感覺真的very chill 哇,是在這個坦 不錯 我們現在就繼續尋覓我們的路 然後找一個空一點的地方坐下來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現在是八點半 所以距離煙火還有兩個 欸三 八 九 九 十一 十二 三個飯場 現在就是到了這個 等待的時刻 我們鋪了一個在飯店帶的就是浴巾 我們可以看時間的行程 明天就要認真保護 那我們帶了可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也沒帶什麼 剛剛就是去買了一個chips 然後還有個 今天就是可以這樣度過 然後水 因為它上次說很麻煩 所以就沒有買很多水 為什麼還有什麼?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 因為我怕我到處很累 所以就是它 你知道我剛剛因為太冷 我還去買了一件外套 車百次 吊牌還沒拆 然後看一下風有多大 你看看他們手上的水 絕對不是水 跟賭絕對是酒 因為這邊進酒 所以他們一定把它裝進去 但我覺得OKOK 等一下12點還會 等一下12點還會再放一次 OK我現在找到一個更好的spot 就是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現在已經距離12點 剩一個小時 然後其實位置超空的 然後 這裡的話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前一天晚上偷懶的話 就可以來 就是還可以12 還可以一個小時前在那邊換位子 然後你看我現在找到的新位置呢 是在這裡 像這樣子 可以看到下面群人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整個 水里大橋 5 5 3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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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除此之外 你就超順暢 然後呢 我一定要講 我只會了2.5澳元 所以大概是台幣60塊 我們只有上車的時候付了公車票 結果回程的時候 它全部機器都是關著的 就不用付錢耶 直接關 然後就載你回來 所以我們今天只會了2.5澳元 就去了一個這麼美的地方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來澳洲跨年 然後又不想要花太多錢 也不想要人擠人 就可以看到好煙火的話 一定要來我推薦的這裡 我會把地點列在這底下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謝謝 掰掰